Canva它是一个就算你不会设计 也能够做出专业作品的工具 不管你是想来做出简报 做出社群图片 做出YouTube缩图 还是说你想用它来辅助能力用创作 这支影片会是2026年最新的完整Canva入门教学 我会从你开始一步一步的带你上手Canva 哈喽是 Grayson 这频道将翻给你YouTube频道运营 以及介绍给你一些实用的工具像是Canva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来帮助你小走弯路 所以要记得对用频道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Canva的账户 你可以来到我每一部影片的下方打开描述栏 在这里能够去找到Canva的注册链接 那Canva呢它是有免费版本的 以及它有高级的Pro版本 那免费版本呢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功能还有素材了 但是如果说你有预算的话呢 我建议的是你可以使用高级版的Canva 因为它能够解锁所有Canva的AI功能 包括呢有更多的模板还有素材功能需要 而且你透过链接呢 你可以去获得CanvaPol的30天的免费需要 你是能够去随时取消订阅的 而且提前7天会通知你是否要取消订阅CanvaPol的版本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也是可以透过Google的邮箱去注册 也可以去透过其他的邮箱注册 或者是Apple账户、Facebook账户都能够去快速的注册Canva账户 那这边呢我就登录到了Canva里面了 这个呢就是它的首页 在左边呢会有不同的菜单栏 那现在呢我就处于的是Canva的首页上面 那在首页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最上面呢是有一个搜索栏的 在这边呢你是可以搜索数据或者是搜索Canva里面的范本 甚至是上传项目呢都是可以的 那由于我在这边呢选择的是你的设计 那这边我输入的关键词就是关于我的设计它的关键词的 比如说我去搜索创意联盟也就是我的创者社群 那所有关于这些关键字的设计呢都会显示出来 在底下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文档类型 不同的类别 不同的拥有者 也可以按照修改日期去搜索 那如果说你选择范本这个选项 你就可以去查看到Canva这个平台上面所有的范本 这上面你可以快速的去筛选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简报范本 海报范本 电子邮件范本 标志范本 传单范本 都是可以的 或者你就直接去搜索关键词 比如说我去搜索YouTube缩图 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展示给我所有的Canva里面的YouTube缩图的模板了 那你会注意到有些模板它的右下角呢会有一个环冠的标志 这就代表你是需要去升级到Carport的版本 你才能够去免费使用的 那也再提醒你一下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我的专属链接 去获得Carport的30天免费使用 接着呢就是Canva AI的功能 你能够在这边去描述你的想法 就能够让Canva AI去帮助你做出设计 去生成影像 去建立文档 去帮助你写程式 甚至是呢帮助你去生成影片的片段 Canva AI呢现在是越来越强大的 接着呢就是专案选项 这个呢就是你所有在Canva里面做出的设计 都会写在这边 然后呢就是范本 这个和刚才我们选择的这个范本选项呢是一样的 也是呢会进入到这个页面里面 在这边呢有不同的选项你可以选择 甚至你还可以选择自定尺寸 在这边呢你输入你想要的宽度高度 以及呢选择它的单位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你就能够去灵活的去设置你的新设计了 你也能够在这边去快速上传你的文档 你是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Canva是有提供非常多不同类别的范本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接下来呢就是品牌 那这个功能呢是需要你升级到 看看Post才能够使用的 那这个功能呢就是能够让你去放置你的品牌元素 你可以把你品牌标志放到这边 然后你可以设置你的品牌颜色 你品牌需要用到的字型 你的品牌口吻 你品牌里面需要用到照片 图像图示图表等等 你也可以选择新增类别 这样在你做设计的时候呢 就能够快速的去添加你的品牌元素了 能够去保持你品牌的一致性 而且最新升级的Canva呢 你是能够在同一个账户里面去生成不同的品牌工具组的 去满足你不同的设计要求 那接下来呢就是Canva的AI了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 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 你就能够去借助AI来帮助你去生成很多的作品 接下来呢还有显示更多 那这边第一个呢就是应用程式 在Canva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可以选择的 也有不同的类别你可以找到 能够呢在我们设计的过程中呢 去给我们提供更高效的操作 也能够呢去做出更加有串烈的效果 接着呢就是成长方案 这个呢就是能够在Canva里面快速的做出线上的广告的 这边使用Canva的AI呢 能够帮助你去生成生活风格的广告 折扣优惠的广告 前后广告 聚焦与文案的广告等等 那如果说你有制作广告的需求呢 那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接着呢是内容规划表 那这个呢是Canva Pro的功能 比如说你有做Ig的贴文 你想要去让它自动的去安排发布的时间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节约非常多时间 那接着呢就是Canva的Design School了 那这边Canva呢是有提供很多免费的课程的 你也可以在这边呢去学习Canva 底下呢就是通知选项 这边呢你可以查看到你的账户里面收到的讯息 接着呢就是你可以查看到你账户 你可以做出账号的设定 你可以改变它的主题 去变成浅色深色或者是和你的电脑系统同步 以及呢查看到Canva里面的进阶工具 像是Affinity 那样纳到AI 还有Flourish 这两个功能呢都是Canva的功能 以及呢查看范围还有定价 这里呢还可以选择去获得Canva的应用程式 那这边快速的教大家 如果说你想改变你Canva的界面语言 你可以点击左下角你的头像 然后选择设定 在这边有个语言 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去改变的语言就可以了 有很多的语言你可以选择 那么还是来到中间 这边呢我们选择范本选项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寻找我们想要的范本 比如说这边呢我就选择搜索Instagram贴文 那这边呢就可以找到非常多Instagram贴文的模板 这上面呢你可以选择类别搜索 或者说呢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找的样式 像是简约的、照片的、拼贴的、典雅的 这些样式呢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假如说我喜欢这个模板 我可以选择它 那这个呢是Canva的模板 点开之后呢就可以查看到具体的设计是怎么样的了 而且呢在底下你是能够去查看到更多类似的范本的 这边呢就可以提供给你更多的启发 如果说你想要去编辑这个范本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自定词范本 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你能够点击这里面的任何元素 任何的文字 然后呢你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在左边呢会有菜单栏 当你把你的滑鼠去放到这上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显示里面的具体内容了 但是你会注意到 如果说当你把滑鼠移开了 你就会发现呢刚才那些内容呢就消失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避免这个情况的话呢 你就需要把你滑鼠去放到这边 然后再点击一下 那这样呢它就会固定在这左边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设计 你可以在这边呢去找到很多类似的设计范本 你也可以在这边去输入关键词 然后呢去找到更加适合的范本 假如说你改变主意了 你想要去选择这个设计范本 你可以点击它 然后呢它会提醒 你要去取代这个目前的页面吗 还是新增为新的页面 假如说我想去新增为新的页面 点击它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呢就创建了一个全新的页面了 那这边呢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那假如说你看到这个设计呢 你是喜欢它的颜色还有文字风格的 但是呢你想保留现在的设计效果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三个点标志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请套用文字 就是呢把这个设计上面的文字风格 去运用到你现在这个设计上面 我开试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呢就运用了这个文字的风格了 那我也想颜色呢也去改变一下 选这个请套用颜色 那就可以看到呢 它就把这个蓝色呢去运用到这个上面了 这个技巧呢是非常好用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元素 那CAMMA里面呢有不同的元素类别 像是形状 这边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形状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添加个圆形在这边 甚至呢我是能够在这个圆形里面去添加文字的 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个输入文字的标志 然后呢我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挪动它 这边再提供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可以快速的去变换它的形状 选择编辑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变成这样的形状 你就可以看到有个这样的形状了 选择这样的形状 甚至是呢我可以把它变成箭头 这些所有的形状呢我都是能够快速的改变的 然后里面的文字呢也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比如说变成白色 你就可以看到文字呢就变成白色了 除了形状之外呢还有图像 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图像你是可以选择的 在上面呢也有搜索栏 你可以输入关键词去找到相关图像 以及呢在CAMMA里面最新推出了3D元素 比如说我可以添加这个3D元素 这中间呢会有一个标志 我可以挪动它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3D的元素了 底下还有动画照片边框 边框这个功能呢非常好用 你可以看到会有不同类别的边框 那假如说我选择这个斑点边框 那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添加一个照片 比如说我添加这样的照片 我可以挪动到这边框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能够让我的照片 变成这样的形状 非常的好用 还有网格呢它和边框的功能 也是非常类似的 比如说我选择网格 这边呢我就可以添加照片了 比如说添加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它跟边框一样 我就能够把我的照片塞进去 比如说这个照片 还有呢这个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 就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照片进去拍板了 这对于你做边框来说呢 是非常方便的 在底下呢还要视讯 音讯 表单 样张 图表 失算表 表格等等 那在上面呢有搜索栏 可以直接搜索元素 比如说搜索网球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就能够去找到 图像的网球 照片的网球 视讯的网球 3D的网球元素 甚至是关于网球的它的音乐 都能够去找到 那接下来呢就是文字 如果说你有品牌元素的话呢 在这边你可以快速的去加入 你品牌元素的主题 副主题等等 那假如说你只想快速的去加入一些文字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新增文字方块 你就会看到 这边呢你就加入一段文字了 然后你可以修改它的文字信息 当你选择文字之后 这上面呢你是可以对文字的属性进行修改的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调节字型 在左边呢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字型你可以选择 也有非常多中文的字型 但如果说你看到右边有一个环冠的标志的话呢 就是代表你需要去升级到CAMAPO才能够去使用这个字型的 那影片下方我提供的链接呢 是会提供给你CAMAPO的30天免费使用的 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字型 而且在底下有一个散传字型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也是需要你升级到CAMAPO才能够使用的 你就可以散传你特定的字型了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去调节字型的尺寸 你可以直接点击中间的数字 这边呢会有一些预设的选项你可以选择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输入 比如说输入80 这样呢也可以去快速的去调节字型的尺寸 或者你可以选择左边的减号去缩小 右边的加号去放大等等 那这边再顺带说一下 如果说你想去对齐设计上面的元素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元素 然后呢去拖动它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中间呢是会有一条竖线的 就代表你这个元素呢是左右对齐的 那如果说你想上下对齐的话呢就往上拖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中间呢会有一个横的直线 就代表你是上下对齐的 这样我这个元素呢就是在这个设计的中间了 然后呢也可以调节文字的颜色 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以及呢让它变粗 或者把它变鞋体 给它加入下横线 或者中间加入一条横线 如果你是英文的话呢 点击这个选项也可以让它全大显 然后呢有文字对齐的形式 清单的形式 也可以呢这边调节字母间距 以及呢行间距 也可以把它变成垂直的文字 以及呢调节它的透明度 这边有个效果选项 就是呢你可以加入文字的效果 比如说给它加入文字的阴影 这边呢调节它的一些属性 甚至呢你可以调节它的颜色 你还可以呢去给文字加入一个动画 接下来呢就是品牌了 因为呢我是Carpot的用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所有的品牌元素都是集中在这里的 在我想用的时候呢 我可以快速的添加到我的画面上面 比如说添加我的logo 我就会快速的去添加 接着呢就是上船 这边呢你可以去上船你的档案 比如说我上船我的一张图片 那这样呢我就上船我的图片了 我可以呢把它放大 我也可以使用Canva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是背景音速工具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 我就把刚才的背景呢去除掉了 我就可以更换它的背景 选了这个背景颜色 这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那它呢是CanvaPole的功能 你也可以呢去上船影片 上船音讯 上船资料夹都是可以的 接着呢就是工具选项 那这边呢是能够让你快速的去做出绘图的 选择绘图工具 你可以调整你的画笔 比如说我选这个画笔 然后它是黄色的 也可以呢改变着其他颜色 比如说这个浅红色 在这里我就可以开始画了 你就可以看到 就有个这样的效果 在底下呢可以加入形状 加入线条 加入便利贴 加入文字 加入表格 底下呢就是专案 这个呢就是你在Canva里面 所有设计的文档都会写在这边 然后呢就是应用程式了 Canva里面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 你可以选择 那比如说我选择样张工具 这个呢就是能够让你的设计快速的变得真实起来 比如说我选这个电脑的样张 然后我可以加入一张我的图片 图到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 就像是真实的在播放我的影片一样 对于你做出作品展示的时候呢 是非常有用的 接下来呢就是魔法媒体工具 这个是Canva的EI功能 你可以输入文字去描述你想去生成的样子 这个呢是使用文字来去生成影片 也可以呢去用文字来生成图像 比如说偏远小岛上的红色小屋 你可以选择它的样式 这边呢是生成的图像样式 也可以选择你想去生成的版面配置 方形的横式的还是直式的 点击底下呢就可以选择产生图像了 那就可以看到呢 现在Canva的EI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四张图像了 都是关于偏远小岛上面的红色小屋 所以大家可以运用Canva的这些EI的功能 能够快速的去帮助你做出很多非常不错的作品 接下来呢就是照片 Canva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照片 你可以直接使用 以及呢Canva里面有音讯 甚至呢你可以让它去产生EI的语音 还有呢影片的素材 背景的素材都是能够让你去使用的 那中间这里呢就是你的设计的编辑区了 在底下呢是有个滑杆的 你可以往右移去放大 往左移呢就缩小 然后右边有个页面设置 你可以点击它 你就能够让你的设计排版是变成这样子的 那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技巧 如果说你想去调节你这设计上面不同的元素它的图层顺序的话 你可以点击上面的位置 然后选择图层 这边你可以看到你就能快速的知道每个元素它的图层顺序了 那假如说我要去移动我这个植物到这个位置 我可以拖动这个选项往上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植物呢就在这图表上面了 那假如说你想去添加页面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底下的新增页面 那假如说你想去添加不同的页面类型的话 也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标志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页面的类型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要去生成影片的类型 在这边呢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不同的影片格式 比如说你生成横式的YouTube影片的格式 那在这边呢就生成了横式的影片格式了 现在Cama不仅能够去让你做出平面设计 Cama呢也是能够让你去做出影片剪辑的 那你可以导入你的素材 在这边呢选择上传 然后呢影片选项里面你可以选择去交入你的素材 比如说这边我交了我素材 现在呢我就加入素材了 也可以在这画面呢去添加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照片 然后呢调节它大小 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在这画面上面去添加这照片了 那底下呢就是剪辑区 你可以挪动这个时间轴 然后呢就开始去进行剪辑 如果说你想剪辑的话呢 你就可以右击 在这边呢做出分割 你就可以看到刚才这一段的素材呢就变成两段了 然后呢可以删掉你不想要的那一段 这样呢你就能够在Cama里面去做出影片的剪辑了 那如果说你希望我能够专门做一期Cama最新的影片剪辑教程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那在我们做好设计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下载的话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 然后呢这边点击下载 你可以选择答案的类型 这边呢会有不同的答案类型你可以选择 如果说你是Carport的用户呢 你还可以加大你的答案大小 去让它变得更加清晰 如果说你的设计里面有很多页面的话呢 你还可以选择要下载哪些页面 接着呢你就可以选择下载了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Cama 并且解锁CamaPod的30天免费需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Cam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部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要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对我们频道 追踪我IG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